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样找到适合我们自己国家的情绪制度 C罗说的情绪建议 很早之前国家就开始提 说着要给孩子们足够的空间 要给他们信心 要多加强这方面的接触 其实这个建议很不错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还是基本上啥也没做 可能与很多人的理念也有关系 教外和学校现在无疑不在不支持踢足球 而且越来越加重孩子们的课业负担 当然现在竞争激烈的时候会这样做 也是无可厚非 每次有孩子去踢足球 就会有老师说踢足球没出路 踢足球也想学习 这样的老师很务实 但也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孩子们的兴趣 只要是个顶级联赛职业球员 整个职业生涯下来赚的钱 你们几辈子都赚不到 还有如果孩子真的想去学习 他每天抱着足球球 不离手 照样可以考高分 如果孩子真的不想学习 他每天抱着书 照样学校倒数第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孩子兴趣问题 今年有个高考状是校足球队队长 人家成天野踢足球部也是高考状 而且我们也看到好多欧洲球员 也有很高的学历 还有某些家长 只要孩子接触运动接触 足球就极力反对 说足球这不好那不好 完了还在各种平台 上马国足 就这样的环境 家长不支持 学校不支持 不就说一句 要大力发展心事 如果心事能发展得好 也就奇怪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首先就是要改变这个大环境 要ellen致 violent 紫